中华館政府慶祝全國企業力 2月27日是在保新鄉的保新社區 和當中心來辦理下禮花檔 中华館上有民國希望透過這花檔 可以來作為實際 和了解到豪路客文化的北台 提起在地企業作軍的領導 也能讓更多民眾 體驗到企業的精神和文化 中华館130萬人口有40到60萬豪路客 保新鄉就是客家豪路客的代表地区 雖然豪路客已經沒有說客家 但是這次客家廟 在2010地区老一部的人還會說客家 為館長基礎 非讓客家是一項大工程 但是只要有心就可以保存下來 為了要團成客家和文化 中华館建復中立委21號到立委27號 定位客家酒 在後進行相關的客家活動 提供客家文化 這樣一直要來把這個客家文化 繼續來演唱下去 包括客家的這個議員 我們在學校有提供的教育 所以我們這家有很多學校 都辦理這個客家文化的活動 希望讓我們一代的孩子知道我們都是客家地 當然要學給客家的議員 這是很大的捐據的一個工程 要來呼籲客語 這是一個很捐據的工程 所以我們只要有心 我們還是能夠把客語 跟客家的文化能夠保存下來 當年的活動是相當的精采 除了有傳統的這天的醫生之外 搖包掛了有呼喚扶老的課宗 巡眾活動的鐵馬輕旅行 客家美食的貧窮 以及客家傳統技藝的表演點點 套過各種客家的活動 提供在地的客家族群的靈動和精靈 也有更多民眾來了解 體驗客家的精神和文化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 薄欣 彩虹報導